分享一个清新自然的人像后期调色方法 我们拿到原图 首先我们需要解决照片的明暗的问题 为什么要先解决明暗呢 因为很多颜色在它亮度不足的情况下 它的饱和度都没有出来 真正的颜色本身的面貌就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我们先把曝光提到一个正常的值 我们不光是要看上方的直方图 还要去观察照片的整体感觉 好 我们提高曝光 你会发现整个照片的颜色 是不是就比开始比较暗沉的情况下 更鲜艳了呢 对不对 提亮了亮度 照片的鲜艳程度就起来了 亮度和保护度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太亮 太亮保护度就没有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camera当中 把照片的亮场和暗场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按住界面上的out键不松手 把高光点击往右边拉动 我们拉动的同时 去观察这个红色所覆盖的范围 红色所覆盖的区域越大 致命这块区域的曝光就越强 不要把过曝的面积拉太大 我们只需要流出发湿光和轮廓光的 这个过曝范围 接下来我们去定义暗场 同样是暗度键盘上的out键不松手 拉动这个黑色的滑块 我们只需要头顶这一块黑色的头发 出现最暗的区域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的照片黑白场就定义好了 我们在编调色的同时 时不时的去观看一下圆图 为什么要这样去观看呢 因为我们这样可以看到 我们在调整颜色的过程中 会不会把圆图的细节给他弄掉了 这样去反复对比可以随时纠错 为了让照片有一种柔和的效果 我们不需要画面有这么鲜艳 我们把整体的保护度稍微降低一点点 为了增加照片的通透度 我们可以把画面中的中间灰像素压暗 去薄雾这个滑块就可以压暗中间灰 然后把对比度稍微减弱一些 降低对比度也是把画面中的 高光和阴影之间的反差降低 整个画面中的其他的颜色的 饱和度已经比较柔和了 就是这个绿色的饱和度 还稍微有点高 有点赤眼 那我们可以在混色器当中 然后把这个目标调整工具点击一下 把鼠标放在这些绿色非常鲜艳的区域 右击一下鼠标 选择这个饱和度的选项 然后拉动鼠标 可以把绿色的饱和度降一降 好 最后我们就可以去校准当中 通过调整蓝色通道 把画面中的肤色调的更红一些 把下面的饱和度拉高一些 我们现在整个照片的感觉 就已经调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步就是 在整体的调色的基础上 做细微的优化 我们先到基本当中 先去改动改动摄温 我们边改动摄温 边去观看整张照片的感觉 直到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摄温值 我个人觉得 在画面中的红色有点多了 我们可以到混色器当中 去找到红色 把红色的饱和度稍微降一降 绿色的饱和度和明度 稍微再降一降 好 现在我们这张清新自然的人像风格 就已经调好了 调色并没有什么 非常高深的技术在里面 只要你去了解 CAMRO当中的每一个滑坡的作用 再加上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审美 你就可以调出 你大脑中想象出来的样子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理解 CAMRO当中的每一个滑坡的使用方法 以及它的原理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 左下角这套课程 这套课程是我本人的原创课程 一次性购买永久有效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